词曲 李宗盛 初次见你 树香满心底 远无流传水 没了你的手机 敬叹是你 今日别离 请在他乡里 一部社会说了你的记忆 福建如你 一首《福建如你》 道出了福建守卫持绿卡的外国人和外籍永久居民 厦门大学教授潘维莲与中国的缘分 自1988年辞去美国第一证券公司副总裁职务 举家定居厦门33年来 潘维莲把人生最宝贵的时光献给中国教育事业 也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我88年9月来到厦门 本来要待一两年 现在三十多年舍不得走了 可一辈子会在这边 92年我就获得永久居留 是福建省第一个定职的外国人 我不是第一个 七百年前也有 所以我和全家人都热爱厦门 我是野萌兰 我孙悟空 这是因为我是猴子 所以这是我的小偶像 刚到厦门时因交通不便 潘维莲买了一辆三轮车 蹬着他跑遍了厦门 20世纪90年代初 潘维莲换了一辆面包车 开始自驾环游中国 属猴的他常自比孙悟空 不同的是 孙悟空走了十万八千里去西天取经 而潘维莲则是从西方来到东方 33年里自驾环游中国20万公里 亲历这个古老国家脱胎换股式的变化 94年我游览中国自己驾车四万公里 内蒙西藏的那时候没有好的路 那时候跑了全国三个月 因为我要自己看见中国的发展怎么样 看得很清楚 现在全国发展 这个不简单了 现在西部东部差不了多少 写信是潘维莲常年保持的习惯 他经常将在厦门的所见所闻 自驾环游的趣事写给大洋彼岸的亲朋好友 2018年潘维莲从过去三十年间写给家人的上千封信中 精选出四十七封出版成书 《我不见外老潘的中国来信》 我是写中国人的故事 中国人的生活怎么样 从第一周 88年第一周到现在 我是写中国人的故事 他们的生活怎么改变 他们的希望什么 他们希望做什么 所以主要的是要外国人了解 中国人也是人 像他们一样 我们都有同样的梦 我们都希望可以和平发展 希望我们下一代会更好的 如今潘维莲已陆陆续续写了十几本书 现在他也开始尝试以镜头为比 拍摄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视频 潘维莲希望通过他的分享 会有更多的外国人走进中国 了解中国 他们怕中国 因为他怕中国会像他们那样的 所以我也要让他们了解 中国人在历史上从来不是这样的 儒家家喻的中国人的道德 人与杂志观是要和平发展 所以win-win 不是win-lose win-win 2021年正值厦门大学100周年校庆之际 潘维莲获颁厂门大学南墙结出贡献奖章 当年 他之所以举家来到夏大 正是因为夏大是当时中国唯一一所 为外籍学生和家眷提供住所的大学 即使三十多年过去 潘维莲也从未对夏大感到厌倦 休闲散步时 穿过中西河壁的家庚建筑楼群 偶遇草坪上觅食的小松鼠 欣赏福容湖翩翩起舞的黑天鹅 在潘维莲眼里 来到中国生活着实是一场奇遇 我们出生的时候不能选在哪里出生 但是如果可以的话 我可能就选在这边出生 所以我觉得那好 外面是羊鬼子 但是里面是中国人 感谢您的照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